他是在海边抓住了自己的初恋 一只巨大的章鱼紧紧与他相拥 但爸爸从身上抢过去 他的初恋就这么活活被摔死 然后几家人坐在火边尝着初恋的味道 而他吃得最香 公仔从小就很爱鱼 去海洋馆能盯着章鱼看一整天 但神奇的是 在公仔身上爱鱼和吃鱼并不冲突 他一边尊称章鱼为章鱼大的 一边打卡章鱼的各种吃法 在爱鱼这件事上 妈妈一直很开明支持 不仅带他去千叶海边看章鱼 还送他一本鱼类图鉴 被他当成了人间至宝 这天放学后 公仔遇见传说中的咕咕怪大叔 他头上戴着香豚大大的帽子 起初公仔很害怕 但聊了几句后 发现怪大叔比自己更爱鱼 更懂鱼 他慢慢从害怕变成了崇拜 因为咕咕大叔的家里养了很多鱼 公仔提出想去看看 但爸爸不同意他去陌生人家里 可妈妈说 如果你确定大叔是好人的话就去 只要在天黑前回来就行 比起危险 他更希望孩子能带着信任去生活 因为这件事两人发生了争执 爸爸怀疑这孩子是不是不正常 整天张嘴闭嘴都是鱼 但妈妈认为能随心所欲的热爱不是很好吗 因为爱鱼 公仔也很喜欢画鱼 他画的鱼栩栩如生 连老师都震惊了 他的画被作为鱼类科普 展览在黑板报上 这是第一次因为喜欢鱼 成了学校的风云人物 公仔很开心 他如约来到咕咕大叔的家 房子里面简直就是一个水族馆 咕咕大叔也是一个鱼吃 从小梦想当一名鱼博士 奈何学习成绩太拉胯 没考上大学 如今在家待业 连饭都快吃不起了 在这一刻 他们像是遇到了同类 于是公仔宣布 长大后要当一名鱼博士 两人在于是界肆意遨游 全然忘记了时间的流逝 不知过了多久 急促地敲门声 将他们从于是界拉了回来 爸爸等到九点 还不见他回来 居然选择了报警 尽管公仔拼命解释 但警察还是要将大叔抓走调查 走之前 大叔把香囤大大的帽子送给了他 像是把自己的热爱寄托给了公仔 他追着远去的警车 帽子被风吹到了地上 当重新捡起香囤大大的帽子 公仔已经是一个高中生 鼓鼓大叔的鱼世界已不复存在 只有他还坚持着心中的热爱 而他还和儿时那般天真和另类 性格上大大咧咧 还有点傻乎乎的 但在爱鱼方面 他比以前更生猛 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 他已经熟悉了上百种鱼类的习性和特点 而做鱼的手艺更是让人垂涎欲低 这一天 一群不良少年找到公仔 原来是首领的爷爷 捕到了两只后 但老师不知道怎么样 便向这个全校闻名的鱼疯子请教 公仔很兴奋 立马接下了这个艰巨的任务 他们来到海边取海水 海风轻浮 一群人忍不住甩了几肝 首领问他为什么喜欢鱼 公仔说 因为他们是我的朋友 我伤心的时候 就会把鱼线放下去 就像是和鱼大大说话一样 不多时 首领钓上来一条竹家鱼 公仔熟练的去头放血 把旁边的小混混都看傻了 他刚刚不是说和鱼是朋友吗 很快 一份鱼刺身就出炉了 众人品尝之际 另一伙不良少年杀了过来 为首的叫剃刀泥 而他们真正的老大 却是这个叫疯狗的拉疯男人 虽然挂着狗链 但公仔一眼就认出 他是小学同学日吉 小时候比他胆子还小 随后两伙人为了争地盘 发生了大乱斗 不成想 秀气的公仔用一招其拿手 就拿下了威名赫赫的疯狗日吉 达到最后 只剩首领和剃刀泥还不服气 而其余小弟则围在公仔的旁边 一起把目光盯向了海里的乌贼大党 正当他叹息 今天没带鱼网时 突然发现剃刀泥穿的 正是镂空鱼网服 真是想什么来什么 很快一张鱼网就做好了 他们合力把乌贼大党捞了起来 然后对他掏心掏肺 少年们一口接一口 完全停不下来 而剃刀泥傲娇地站在一旁 说乌贼有几生虫 他是不会吃的 下一秒 好吃到天灵盖爆炸 看着两伙人一枚公仔握手言和 首领感慨道 这家伙是自带主角光环呀 回去路上 日吉感叹他一点没变 还是那么懵懂和傻直 随后两人聊起将来 当混混前途无量 日吉决定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考一个好大学出人头地 公仔也被点燃了 他也决定要努力学习 考上渔博士 然而转眼就什么都忘了 沉迷在鱼色中无法自拔 反观日吉 骨有悬梁刺骨 今有圆规扎手 当熬过那段艰难的求学日子 看着成绩榜上排名前十的名次 他笑着从人群中走出来 但转个脚却痛哭起来 再看公仔 整天只知道玩鱼 成绩越来越差 老师请来家长 但妈妈却说 有的孩子成绩好 有的孩子成绩差 这不是很正常吗 如果所有孩子都是三好学生 那跟机器人有什么区别 公仔这孩子喜欢鱼 还会画鱼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在公仔的精心培育下 两只后竟然开出了爱情之花 这是日本首次成功实现后的人工孵化 他因此登上了电视台 但公仔还是没有考上大学 面对进入社会的压力 妈妈鼓励他去追求自己的心知所向 去外面看看更广阔的大海吧 公仔备受鼓舞 但步入社会后 拥有一颗孩童心的他 却与周遭世界格格不入 他爱鱼 于是找了个水族馆的工作 然而热爱归热爱 工作是工作 繁杂的事物 让他忙得像旋转的陀螺 忙中出错也是常有的事 他又去寿司店搏虾 可单一重复的动作 让他生无可恋 这晚店里聚餐 老板带他来到酒吧 却没想到 在这里遇见了小学同学 桃子 他以前是白领 却在现实的蹂躏下 变成了风月场所的陪酒女 听说公仔还在围着鱼转 桃子发出成年人的嘲笑 仿佛在这个残酷的现实世界 容不下半分天真 不久后 公仔去帮桃子搬家 原来他被一个大款包养了 这间房子就是一个藏胶屋 为了桃子不孤单 公仔特意送了一条金鱼给他 而作为报答 桃子给他介绍了一份工作 给一家牙医诊所 装一个鱼缸 老板一要好看 二要有一种奇迹感 客人看了不仅能抚慰疼痛 还要让客人流连忘返 治疗更多的牙齿 公仔运用毕生学到的知识 彻夜研究挑灯分析 终于打造出了独一无二的顶尖鱼缸 但里面却看不见一条鱼 公仔解释说 这里面有13种罕见的鱼苗 等它们长大了 你期待的奇迹就会发生 然而老板是老土的甲方 想要的不过是俗气好看的鱼缸而已 好在一来二去的买鱼 水产店的老板看出了他对鱼的喜爱 于是给了他一份工作 时过境迁 曾经的不良少年已经变得雍长 日吉穿着得体的西装 还交了一个漂亮女友 两人在一家高档餐厅约了公仔 一见面 他就大喊大叫地过来了 还向好友展示妈妈新知的鱼大大毛衣 弄得这对小情侣一脸尴尬 随后的闲聊中 日吉女友问起她的工作 公仔说自己正在水产店打工 将来想成为一名鱼博士 话音刚落 日吉的女友笑出声来 她从没见过这么大的人了 一事无成 像个没长大的傻孩子 嘴里还说着那么幼稚可笑的梦想 日吉觉得这样不对 因为这都是每个人曾经最宝贵的东西啊 即便女友夫妻离开 她还是会坐下来 并鼓励公仔 你一定会成为鱼博士的 加油 这晚无处可去的桃子母女俩来投奔公仔 很显然是被那个男人抛弃了 他什么也没问 开心地接纳了母女俩 桃子拿出当年他送的金鱼 这些年自己一直细心照料着 公仔独来独网惯了 刚开始有些不习惯 但一睁眼厨房有人做饭 出门时有人叮嘱注意安全 他们还会在家里等你下班 原本冷清的房子有了家的温暖 他开始喜欢上了这种人间烟火气 隔天他们去海边游玩 就连路人都以为他们是一家三口 在掺杂着幸福味道的海风中 桃子问 我们这样是不是不正常啊 但公仔却反问道 什么是正常 我不懂什么叫正常 桃子听完愣住了 他所期待的是对两人关系的确认 只是天真的公仔不懂其中的含义 然而有天醒来 桃子发现家里的鱼不见了 原来是公仔把鱼全部拿去卖了 还让老板多介绍几份工作 他想赚很多很多的钱 给母女俩更好的生活 他的确不懂什么是不正常 但他想把这种不正常永远留在身边 可等他下班回到家 却发现桃子已经带着女儿离开了 他已经变了太多 不想再看到公仔 也被现实改变 公仔第一次有了感情波动 他跑去居酒屋喝了个烂醉 在别人的卷帘门上 画了一条柳叶鱼 一夜的疯狂 让他又变回了那个原本的公仔 这时 人群中有人叫出了他的名字 他曾经是不良少年的首领 现在是走街串巷的送货员 首领带他去了一家寿司店 请他吃你屋贼大打 公仔感觉这种味道有些似曾相识 原来老板正是当年的剃刀迷 他当初的一道美食 却改变了眼前这个男人的一生 剃刀迷一毕业 就去了寿司店学艺 只想做出和那天一模一样的美味 店里要重新装修 他邀请公仔画一些关于海洋的主题画 他用热爱照亮了很多人 这些人回过头来也照亮了他 在不大不小的空间里 他洋洋洒洒画下了梦想的写真 妈妈坐着新干线来到东京 街角像是藏着海洋世界的异鱼 吸引了路人的驻足围观 而在栩栩如生的寿司店里 他告诉公仔一个藏了多年的秘密 其实自己并不太喜欢鱼 爸爸和哥哥也不太喜欢 公仔震惊地说不出话 妈妈只是笑着 为了孩子他编织了无限的温暖和包容 因为家人和朋友的支持 他的梦想愈发蓬勃 在电视台工作的日集策划了一个鱼类节目 他想请公仔去当嘉宾 让更多的人认识和了解他 公仔找出了当年那顶香囤大大的帽子 在电视上他像个孩子快乐随性 人人都被他纯粹的热爱所感染 虽然他们都知道世界不是这样的 但又希望他更像这个样子 节目播出后 公仔收获了无数小粉丝 甚至出版了自己的鱼类图件 这粒热爱的种子 也随风飘散到了桃子女儿身上 他像小时候的公仔一样 最喜欢的地方是水族馆 妈妈送给他公仔的书 同样被他当作人间至宝 公仔戴着香囤大大的帽子 身上穿着惠满梦想的衣服 身后追着一群小迷地 他一路奔跑来到海边 纵身一跃跳入大海 在这一刻 鱼之子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海洋 以鱼为伴 以鱼为生 他游去的方向 一定是邂逅章鱼先生的地方 鱼之子根据真实故事改编 《咕咕大叔》正是现实中 鱼之子的原形 如今 他是东京海洋大学的 客座副教授 海水相连 日月同光 人间所有的心灵 也都有相通之境 奇怪的大叔不是诱拐犯 而是大智若鱼的领路人 不良少年也会被真诚打动 成为一路随行的好朋友 即便是不喜欢鱼的妈妈 也从没否认孩子内心的热爱 这个世界很残酷 突然有一天 有这么一个人闯了进来 他只沉浸在鱼的世界里 有一颗真诚纯粹的赤子之心 我们和他随行 然后被他治愈 我们常常想起他闪闪发亮的眼睛 还有他傻乎乎和纯粹干净的笑 但最让人无法忘怀的 是他始终如一的坚持和热爱 这或许是一个讲给成年人的童话故事 是夏天才能看的电影 曾经明亮而清澈的梦想 被残酷的现实所侵蚀 我们的童心柔情 还有嬉笑怒骂 也慢慢变得谨言慎行 最后世俗把我们的梦想杀死 碾碎 一边流泪一边咀嚼 然后按部就班过完雍长的一生 所以大家都尽力保护公仔和他的鱼世界 呵护这份不变的童真之梦 因为那是我们原本的模样 只是后来与他走散了